进出华星一路的汽机车不但数量多 车速又快 经过丽景天下社区外面时 又会跟进出社区的车辆形成交织的状况 社区住户特别是老人家 过个马路更是提心吊胆 这里是位在七堵区有类地区的丽景天下社区 因为居民担心社区外面主要道路华星一路 因为行经的汽机车经常车速太快 对进出社区的汽机车和过马路的居民 特别是老人家造成交通安全上的威胁 因为我们历景社区里面的住户 有大概大约有两成左右都是年长的 都超过六七十岁以上的年长者 他们每次有需要进出社区门口的时候 因为这车速经过的车速都非常快 为了保障我们这些年长的住户的安全 我们非常感谢张议员跟萧里长关心 也因此社区主委特地向市议员张耿辉 和当地友谊里长萧雪反应 张耿辉也立刻邀请市政府交通处科长 以及人员办理会刊 预定三月份就会增设两面 夜间也会亮光闪烁减速慢行的警示标志 提醒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时 放慢速度减少意外发生 经过我们地景天下都速度非常快 那为了安全起见 前一阵子经过地方上的反应 里长的反应 广委会的反应 耿辉也迅速的请我们交通处相关单位来会刊 今天会刊的结果希望能够在我们立景天下前后段 希望设置我们太阳人的有关的当心行人 前有行人 请他们驾驶人员能够减速慢行 不要造成意外事情发生 那同时我们也呼吁我们这边行经 我们立景天下的这些 不管是住户行车也好 还是我们经过此地也好的行车的驾驶 希望能够注意到这边行人有在走的安全 没有方理点的管制 因为大家都说一百流流去 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快 也影响这边里面的行的安全 那我们希望张科长能够在这小段的部分 包括立岳山庄整条路 是不是来设置一个警示的标志 慢行或许是用一个太阳冷的灯 能够让里面一个安全的大路 市议员张耿辉也非常感谢市长谢国良 非常重视市民朋友反映的大小交通安全问题 也让主政下的市政府团队 在协助改善交通问题时 行政效率又好又积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